观渡之战 更好的去规划成就路线 当中普通成就有14个 结局有11个 也就是说最快也要11个赛季 才能完成全部的成就 在选择路线时 要以结局为目标 然后在过程中顺道将这些小成就 一一解决掉就好 第一个成就出入关渡 只要参与活动就能解锁 非常简单 第二个成就 无目之君 只要在第一天准备70 不目君就可以解锁 第二个成就 井水不犯河水 只要完全不攻打其中一个阵营 就可以解锁 想做这个成就 就要预先通知好所有团员 要打哪个阵营 不然只要有其中一个人 打了另一个阵营 就无法解锁成就 另外 如果你有目兵 也要第一时间决定集火的城池 不然拥兵乱打到其他势力 也会导致成就失败 由于城池被打爆后又会需要重新集火 如果有目君又想完成这个成就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建议可以等到以后不攻打城池 不需要目君时再来解锁就好 这样会更轻松 第四个成就 兵型轨道 只要在还有低级城池留存的情况下 直接把对方的大本营打掉即可完成 第五个成就 与曹操结盟 在投票中选择与曹操结盟即可 第六个成就 与袁绍结盟 名字都告诉你怎么做了 照做即可 第七个成就 我自为王 不与曹操或袁绍任何一方结盟就可以完成 第八个成就 盟约之变 选择结盟后 然后再去攻打结盟对象就可以完成 第九个成就 祝袁灭曹 投票中选择与袁绍结盟 然后把曹操的所有城池打完即可完成 这是所有成就中 最难的两个成就之一 因为会需要攻打城池 曹操一共有六个城池 包括一级城 全部都要打完才算完成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按顺序 先将一级城清完后 再打二级城 三级城 时间方面 最好在周日之前就打完 八结局确定下来 我不确定最后一天才打完 是否还能完成成就 或会被其他因素影响结局 第十个成就 祝曹灭元 投票中选择与曹操结盟 然后把袁绍的所有城池打完即可完成 这是整个关渡之战里最难的成就 因为袁绍有七个城池 比曹操还多了一个乌朝 这两个成就最好趁军团人数还很多的时候赶紧去做 以免日后军团人数少了就无力完成 接着还有两个和许优有关的成就 只要在投票中选择杀了许优 或放了许优就可以分别将这两个成就完成 许优的生死将会影响乌朝是否失火 观度历史会否改变 也会影响后续的几个结局 最后还有两个随机的成就 要触发随机事件后才能完成 第一个成就是占星不语 要触发诸葛亮神秘剧情才能完成 根据攻略所述 诸葛亮剧情出现的时间 一般是在周二到周四晚上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 如果出现了剧情 在军团频道中就可以看到消息 周四后还没有出现 就是没有了 诸葛亮是否有出现 也会影响后续其中一个结局 第二个随机成就是神秘之次 要触发神秘刺客的随机剧情后才能完成 刺客出现的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四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同样的若出现了事件 就可以在军团频道中看到 并且剧情是否有出现 也会影响后续其中一个结局的走向 小成就其实都很好解 只要单一的事件发生了就可以解锁 结局的部分就会比较麻烦了 因为受影响的事件会比较多 我们就以路线加可完成的成就 来说明剩下的结局要怎么完成 第一个结局渔翁天下 建议首次关渡就先选择这条路线 一来是他的难度适中 可以先熟悉玩法 知道自己军团的能力后 下次再去挑战完成难度更高的两个成就 渔翁天下的重点是 要把袁绍和曹操两边的大本营都打下来 坐收渔翁之力完成成就 整个剧本一共要打四座城池 只要不把一级城池打完 直接爆掉大本营就可以完成兵型轨道 投票路线选择与袁绍结盟 帮助曹操销毁书信 不告知袁绍 先答应下来 前两天的投票不影响结局 结局路线只和第三天后的投票有关 在完成渔翁天下时 也可以顺道完成与袁绍结盟、盟约之变和兵型轨道 第二个结局 假到法国 投票路线和上一个一样 差别在于这次只打袁绍的两个城池就好 第三个结局 两败俱伤 第一天可以选择自立为王 拿下成就 之后的投票路线就和之前一样 只要曹操和袁绍的两个大本营都别打掉就好 这个两个结局对工程的要求都不大 可以等工程成就都完成后再来做 第四个结局 火烧乌朝 可以和最难的成就 驻曹灭元一起做 乌朝是周日才会出现的最后一个城池 是袁绍的第七个城池 如果成功触发火烧乌朝事件 乌朝就会比较好打 估计是驻军人数会减少 还是会获得减益什么的 不过 当中要留意周二到周四 有没有触发诸葛亮的随机事件 如果触发了诸葛亮事件 乌朝的火就会被灭掉 可以获得成就占星不语 结局也会变成天意难为 没有了火烧乌朝助阵 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不好打 现在还不晓得 工程难度如何 如果军团人数不够的 也可以考虑等周四十点 确认不触发诸葛亮后 才来买工程次数 继续做助曹灭元 投票路线选择与曹操结盟 帮助曹操 归还书信 放了运良官 放了许优 第六 第七个结局 朝枭雄末路和元氏天下 这两个结局是随机触发其中一个的 可以和另一个工程成就 助援灭曹一起去完成 投票路线选择与元绍结盟 不帮助曹操 销毁书信 告知元绍 以上三条路线是比较推荐先去完成的 一来是因为可以配合优先解决工程成就 只要工程成就先解决了 以后就不需要在木军 花唤星买次数或试诗了 二来是因为当中有一些随机因素会影响结局 需要重复去刷 第八和第九个结局 秦贼秦王和关渡悲歌 一样会有随机因素在内 可以和成就神秘之词一起完成 投票路线选择归还书信 截留下来 如果周二到周四之间有触发刺客随机事件 就会进入秦贼秦王结局 否则就会进入关渡悲歌结局 第十个结局 袁曹对质 袁绍和曹操的大本营都别打掉 然后投票路线选择归还书信 放了运良官 杀死许优即可 如果周四后还是没有遇到刺客 关渡悲歌结局也已经解锁 那么周五的选择就可以改成放了运良官 走这个袁曹对质的结局 第十一个结局再决雌雄 一样袁绍和曹操的大本营都别打掉 然后投票路线选销毁书信 不告知袁绍 帮助袁绍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所有关渡之战的成就和投票路线 希望你不会看到头晕晕 因为我已经先晕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